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 new tense which is called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现在进行事 今天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新的一个tense 什么是现在进行事呢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show an action that is taking place at the time of speaking 现在进行事就是表示 某件现在正在发生和进行中的事情 它跟现在,普通的现在式的分别就是呢 普通的现在式是讲着你现在的现有的一个状况 它可能是长期都不会改变的 但是现在进行事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是在说着你正在做着某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很短暂的 OK So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is made up of verb to be and verb ing 这个是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 那么这个 I you will be there, he, she, it 我们叫subject 他们是personal pronounce,人称代词 但是他们在这里的那个决策是subject 那么subject不只是可以用他们 也可以是用人的名字或者是名词来代替 首先呢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的句子就是你先写了subject 然后要加isMR 这些我们就叫verb to be verb to be 写了verb to be过后 我们要写动词再加ing 你看这个动词 原本它是drink drink是它的原本字 但是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我们会在动词的后面加ing OK 原本字的动词sing 加ing 原本字的动词play 加ing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这几个句子 我是抽这边三个来读这一遍的 I am drinking milk 我正在喝奶 喝牛奶 OK He is singing negara ku 他正在唱 negara ku 就是我们的国歌 OK She is playing football 他正在踢足球 女生也是可以踢足球的 不用紧的 OK 所以我们再仔细的看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的这个格式是怎么样的 其实呢就是 先写subject 就是主角跟人物 再加isMR isMR呢其实是根据这个人物来做选择的 如果这个是一个人的话呢就用is咯 如果这个subject是i 我的话呢就用m咯 那如果是多过一个人 可能是they 可能是ali and city 两个人开始 我们就用are 这个isMR verb to be呢 是取决于这个subject 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人 最后写了verb to be 就加动词verb ing 例如eating walking sleeping reading 这个就是present continuous tense的一个格式 你必须要写subject 写了isMR才可以写ing的动词 那么我也有看过很多人他会 做一些有一些小小的错误就是说 他可能写了subject就直接写ing的动词 他忘记了在中间加这个isMR 那么整个句子的present continuous tense的格式 那就错了 OK那就错了 那他就不是present continuous tense了 不能够subject然后直接就写有ing的动词的 永远要记得哈 我相信我之前也有跟过你们讲这一个格式 subject is MR 再加动词 动词的后面要加ing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来写句子 那么当然顾名思义就是现在进行事 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now我们就可以用这个tense 例如the baby is sleeping 那个宝宝 那个婴儿正在睡觉 那么他现在in this moment 他正在睡着觉 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写句子 那么接下来 不只是现在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 是这段时间持续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例如他是around now he is writing a book 他正在写一本书 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作者 他是一个作家 他可能用了三个月再写这一本书才写完 那么这三个月里面呢 我都可以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来讲 他ok这段时间里面 他正在正在做些什么 正在写一本书 可能这本书他需要take three months来完成 但是这件事情是around now对吗 在现在这个时间范围里面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一定要记得subject过后要有ismr 才可以写一个ing的动词 接下来或者是当你要说一些temporary 发生的事情一些暂时性 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用 例如we are staying in a hotel 我们正在留宿在这个酒店 可能是今晚或者是留宿到两晚的时间 两个晚上而已 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可以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接下来某一些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来说 一些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about the future she is flying to canada next week 这里忘记放了一个句号 she is flying to canada next week 他下个星期正要飞去加拿大 当然他不是自己飞过去是 这里的flying也是简单来说 就是只坐飞机 搭飞机飞去加拿大 ok 接下来有一些情况 我们是不能够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ok 不能够用 我放哪两个打擦在这边 不能用 就是当我们要讲一些permanent的事情 permanent就是说很固定的 永久比较有属于永久性的一些情况 例如有时候我们会用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来讲 我们正在住在哪里 I'm living in canada 这个就是一个错的句子错误的用法 那么例如你生长在这个国家 或者是你住在这个国家 当然有可能你过后会搬去别的国家 有这个可能 但是暂时性 暂时性来说 持续性的好几年 你都会固定的留在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你不会说计划我们一年都要搬去一个国家 所以这样的写法其实是错的 I'm living in canada 我正在住在加拿大是错的 我们应该正确来讲应该是说 I live in canada 他应该用的是一个present tense 还记得吗 我一开始有第一个叫你们tense present tense就是来说一些 比较不常会改变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 I'm working at ABC company OK 例如工作 工作你也不会是说固定的 已经有计划的 每个月都要换一个工作 所以当你说 I'm working at ABC company的时候 其实这个句子也是怪怪的 我们也不会这样子来用的 其实虽然你好像有时候会听到 有人会这样子讲 其实呢 这个是一个错的语法 应该要说 I work at ABC company I work at the company 我在那里工作 而不是我正在 我正在ABC company工作着 OK 虽然华语听起来上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在英文里面 一些属于permanent的情况呢 例如你住的地方 你工作的地方 你不会预想到 不会常常去换的 我们就不能够用这个正在 这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呢 我们通常会用在一些暂时性 短期会发生的事情罢了 好 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那么present呢 就是指现在呢 我们其实有分成两种tense 第一个就是我之前有教过你们的 simple present tense 它是用来讲一些比较 permanent 或者是general的事情 一些固定的 比较永久性的事情 不会很快就会做出改变的事情 例如I work I work 那么present continuous tense呢 就是在说着你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正在现在 例如 I'm working 我正在工作 ok I'm teaching 我正在教书 那么我不可能24小时都会教书的嘛 我可能多一下子就会下班 ok you are watching 你正在观看这个视频 你现在正在观看 ok 是指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指 temporary 暂时性发生的 ok 它的分别就是这样子 它们都是现在是 但是一个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一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着的一样事情 ok 所以说这个它并没有像那个past tense这么难 要去背很多不同的可能要换字的那个过去式的动词等等 它只需要你只需要记得那个格式就是subject 一定要加is mr 然后写一个原本字的动词后面要加ing 这个就是你正在表达出一件事情正在发生着 正在发生 ok 其实呢只要你记得这个你就不会错了 它是一个很basic的一个tense在英文里面 ok 那么我们今天的练习呢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为了要让你们可能看下去好像不懂要怎么写 可能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写进去 所以我会先教你们做一题 ok我先教你们做一题 我选第八题好了 第八题 ok我zoom进去让你们看看 ok 那么呢这个练习呢先看提示哈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verb in brackets in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它要你们用这些动词呢写进去 这个空位的地方让它变成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说呢你们不只是要在动词的后面加ing 不只是要加ing 你们还要在动词跟subject的中间自己要放 ismr ok 这是它没有放给你的看到吗 你看直接i 后面是没有没有放 ismr给你的 它要你自己放 然后在动词后面加ing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第八题呢 i i i是用什么 这个一年级已经有学过了 就是用m对吗 i am 动词写进去 然后加ing 然后加ing 就是这么简单 好那么今天你们练习呢 就是我给你们这里好了 这里的实体你们写 你们抄在一张纸上 或者是notebook都行 然后当然你也是要把这个动词 挂活的动词写在后面 然后这条线你们记得要画长一点 因为你们除了要写ing的动词进去 你们还要加 ismr 所以这条线你们可以画的长一点 然后就complete这十题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一起来讨论 ok下个星期会一起来讨论 而且我会跟你们一起来做下面这里